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根據霍氏新聞昨晚的一個節目爆料所說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 竟然以彈劾議案作為脅迫 要求特朗普總統不能特赦阿桑奇 否則會在這個彈劾議案當中對他不利 而在剛好 白宮公佈了一份73人特赦名單 裏面找不到阿桑奇的名字 但我相信 這並非是特朗普總統向麥康內爾妥協的結果 而是特朗普總統認為阿桑奇不應該被特赦 而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英國外相藍韜文 不點名批評 歐盟在中歐投資協定當中 向中國妥協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就是第一宗消息 其實麥康內爾兩夫妻都可以說是作惡多端 他老婆在1月6日的國會山莊激烈示威活動之後 就無厘地說要辭職 其實就等同於向總統落井下石 因為他的任期到1月20日都結束了 齊早幾天辭職 無非就是要表態 叫做 看到總統被輿論攻擊的時候就踩多兩腳 至於這個麥康內爾就更加之卑劣 他怎麼能夠以那個彈劾議案 脅迫總統不能夠特赦某一個人 當然 究竟他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霍氏新聞裏面就沒有說到 但是我就相信 他肯定是害怕這個阿桑琪出來的時候 就猛爆一些堅料猛料勁料 我相信阿桑琪本人 那些料都是大把在手的 現在爆出來的那些是一部分而已 如果不是 維基解密又怎會爆 還有新料才行 他當然還有一些東西未放出來 尤其是就是最堅的那些料 而在上個月 美國有一個媒體 叫做真相項目 他的創辦人奧基夫就爆了一段錄音出來 這段錄音 就是阿桑琪 和當時的國務院人員的一段對話 當時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11年 即是還是希拉莉擔任國務卿的年代 所以這些資料是爆了 到底這個馬康奈爾是不是很害怕 很擔心他出來的話 會爆大鑊 當然未必是他本人害怕 可能他也是一個叫做稅客 他幫手出面 代別人去說都不出奇 可能就是華盛頓的沼澤 有其他人害怕都不定 反正你用這些手段就是很卑劣 你竟然走去拿彈劾來協逼總統 叫他不能夠特赦某一個人 就證明得到你那些彈劾 全部都是混蛋 你那些彈劾不是說證據嗎 你胡亂把總統定罪 就是告訴人 你是搞政治報復 搞政治清選 當然我相信 這個馬康奈爾就不會承認 他說過這些說話 不過 霍氏新聞就爆了出來 至於在這份最新特赦名單當中 上邊有73人 另外有70人獲得減刑 於是整份名單有143人 其中一個獲得特赦的 這個很出名 就是白宮前高級戰略顧問班農 他曾經發起興建美麥邊境牆的眾籌 一共籌了2500萬美元 後來司法部就指控班農 說他挪用了當中至少100萬美元 所以現在就叫做保釋後審 班農現在就未曾被定罪 所以這個特赦就叫做預防性的特赦 好了 至於主流媒體之前整天在這裡吹水 他就說特朗普總統他就打算特赦自己了 這些就叫做小人之心 就讀君子之福 他們就怕死說 吵特朗普總統不進 所以就整天在這裡放了這些風聲出來 就猛地在這裡說特朗普總統打算特赦自己 這些說出來都嫌低B了 一個總統怎會在臨卸任之前特赦自己 這個是美利堅俠中國 不是中美洲加勒比海那些小國的軍閥 怎麼會這樣做 說出來都已經是不對 整天在這裡詆毀總統 你根本上整班傢伙就是猶準的機會 等到他一卸任的時候就想進入他就想挫他 所以就說好這些東西 就說他會特赦自己 打算封別人的後路 人家沒想過這件事 從頭到尾都沒想過 我相信就沒有了 因為特朗普總統他現在又不是犯了罪 他又沒有被告 他是清白之身來的 他怎麼特赦自己 所以那些主流媒體是離譜的 但是他們吹完水之後 他又不用說錯話的時候澄清 不用道歉 所以吹掌是霸權來的 說完之後 錯了那些他都不澄清 好了 接著就說回這個特赦名單 裡面就找不到阿桑奇的名字 那我就相信 就不是說特朗普總統屈服 妥協 那樣的 因為你就算這個麥康內爾 去拿彈劾 去脅迫他 那怎麼辦呢 這件事 特朗普都預計了你會這樣做的 而且預計了你會倒戈 你都已經放了風 就說 叫那些參議員 要用良知來投票 而且你 麥康內爾還衰到一個什麼地步 你照計作為這個多數黨的領袖 你應該就是要聯絡所有的 共和黨的參議員 你要向他brief一次 你跟他們說 馬實這50票 你起碼不要走去 亂投 你都不是 你根本上 在這裡叫鬆了 想著到表決的時候 就長倒進人推 這些根本上就是包藏禍心 你作為一個 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你都不稱職 你看那些眾議員 都壞了 有十件 無厘頭去賭過 其中一個 就是撤離的女兒 就是共和黨的 第三把交椅來的 那些就沒什麼用 但是起碼在200多個 共和黨的眾議員當中 只有十個賭過 你只是想著叫了幾個走 當然有幾隻鐵膽 你拖幾隻腳才夠 計我說 最好這群牛鬼蛇臣 自己賭過完之後 都不夠票 拿不到67票 彈劾不到 這樣就最好 你亂來 你根本沒有證據 是不是 老屈的總統 說他煽動民眾進去 一個人講不夠 就整群人一起講 又找主流媒體一起講 這些叫做什麼呢 三人成虎 縱口削金 不過這群人最好就不要得逞 到其時 你只有三幾件 賭歌 就很醜 好了 接著就再講 另一宗消息 英國 不點名 批評中歐投資協定 英國外相 南韜文 日前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 就提到 說英國就不應該跟那些侵犯人權的國家 制定自由貿易協定 他同時又提到新疆的情況 這個國家就 呼之欲出 他應該就是 說中國 當然 他這個言論 也是被理解為 不點名批評 上個月的時候 歐盟領袖和中國 達成了一個 中歐投資協定 南韜文在訪問當中 就提出了 他所掌握到的很多證據 就說維吾爾族人 如何是被強制勞動 諸如此類 當然 中方就是 例牌否認 指控 南韜文還提到 要求中國 增加在新疆問題的 透明度 並且要容許聯合國 派遣人權專員 去到當地 進行視察 他就說 這樣才是 中方澄清的 最好辦法 我想南韜文說這個建議出來 無非都是說 誰人都知道 大陸就不會讓你派人 去當地進行視察 只是說 世衛組織那班專家 去視察後 竟然間 就是大肆批評中國 當然 後來原來發現得到 世衛總幹事 譚德塞 喊救命地叫人 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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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告訴你 可能他收不足 難怪世衛組織那份報告 寫成這樣 說回中歐投資協定 英國方面 不點名地批評 法國總統府辦公室 在星期一的時候 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說中歐投資協定 就不是歐盟對中國的妥協讓步 這不是說要躺開大門 放鬆規則的協定 相反 是一項 致力於 加緊監管 強化規則的協定 另外 有關於強制勞動 人權 香港問題 和新疆問題 等等的範圍 歐盟的顧問就說 這些問題 絕對是不能夠指望 單憑 中歐投資協定 來解決 那就是告訴你 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開頭 你拿這個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 出來說事 根本上就是一個 房子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都不是有心去解決的時候 你又不說好 說出來有什麼意義 無非就是為你那個談判來增加籌碼 你拿來壓迫大陸 當談判的時候 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都放在一邊 你都達成了這個協議 當然現在正式的協議 還沒簽 你達成了共識 你之後再談就是談那些 細則怎麼執行 你怎麼都會去馬 是不是 要不然你怎麼會有共識 你拿這些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來說事 不負責任 所以英國批評是應該的 是恰當的 而且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歐盟又通過什麼什麼法案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記不記得又說有一個救生艇 的方案 現在那隻救生艇 不知道飄了去哪 到最後 日後的英語系國家 也是那些五眼聯盟的國家 英美澳家走去幫忙 是不是 去開放大門給香港人 歐盟又說有一個救生艇 你開放了沒有 現在是沒有了消息 救什麼生艇 你只會拿這些人權問題出來說事 你也不是 有行動 那時候你做生意 我都覺得沒問題 做生意是天經地義的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由利益主導 也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就是你講到說有救生艇 你講的時候很大聲 現在做去了哪裡 是不是怕得罪大陸呢 如果是 當初那刻你也不要說 不如是不是 這些其實 沒什麼所謂的東西 開放的門戶 給多些香港人移民解 是不是 為什麼你不做呢 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移民而已不是說不讓你做生意 做生意又照做 又吸納多些香港的人才 有什麼所謂 不做的這些東西 你說什麼 浪費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